年终将近,终于又到了一年一度属于我个人的年度模玩评选时间 当然,这个年度时加只代表我个人的喜好和评判标准 看完如果你也认同,就说明我们的喜好类似 你关注我,关注的没错 如果不认同,也只是每个人的喜好有所差异,也没必要骂街 那么话不多说,属于把玩党的2023年年度模玩Top10评选正式开始 我个人的年度第十名,半代SHF龙珠系列,特兰克斯,未来少年版 这款的身形还原度相当不错,可动能力在同类别中也是上层的表现 不但拥有正常的紫发造型,变身超赛之后的表情也足够丰富 而且还提供了怒发冲冠的发型变化 常见不但可以收入剑翘,更可以直接背在背上 替换手型方面也很丰富,所以能实现的造型非常之多 于是,剧中各种经典的姿势都能还原得十分到位 虽然可能有些装配上的小瑕疵,但也瑕不掩瑜 如果不是还不够完美,它的排名应该还能再靠前 无论如何,我的年度榜单上肯定会有它一席之地 我的年度第九名,乐高基木43230,华特迪士尼摄影机,百年纪念款 其实按说,以我的喜好,早就过了喜欢迪士尼的年纪 但这款复古的老式胶片摄影机,还是能令我心生好感 无论是木制的三脚架,还是漂亮的机械结构,都很戳我的点 胶片盒化身的一百周年字样,更是神赖之笔 附带的微缩小场景也充满了巧思 还原了早期拍摄动画的远近景 而竖过来之后,地台又变成了一个打板 而把人再摆上去,又是一个很生动的拍摄场景 摄影机缠绕的胶片,记录了很多迪士尼动画的经典时刻 可伸缩的取景器和能转动的三颗镜头也很有诚意 机身部分,不但摇霸能够旋转 打开之后,又是一个小型的工作间 可以把迪士尼本人摆进去,还原埋头创作的一幕 状况数不多的情况下,就实现了这么多巧思 确实令人眼前一亮 即便不太是我的菜,还是凭借它的优秀进入了年度榜单 我的年度第八名,半戴SHF龙珠系列 悟空3.0,传说中的超级赛亚人 这款,无论是造型还是可动 都标志着本系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还原各种姿势都会显得更加自然 面雕和发型的配置,还原度也极高 所以,完美妇科名场面的能力极大增加 尤其是归派奇功的姿势,第一次能摆得如此到位 有关上半身色差的问题 其实肉眼观察并不算特别明显 但是,部分关节手感偏松的问题 在我这儿确实是一个扣分的点 不然,以这款全新的设计 排名应该还能再靠前 但话说回来,这绝对是一款 值得进入年度榜单的好物 我的年度第七名,WAR-TO-S万能侠系列 来自流浪地球2的门框机器人 这么小的尺寸,做了这么多结构和细节 确实很令人吃惊 比例方面,刚好适配6寸可动人偶 搭配起来很灵活 还特意辅送了晾衣架 用来还原挂衣服的梗 双脚底配有磁铁 还能吸附站立在铁质表面上 由于需要变形,可动关节更是多到夸张 大量的配件,细节也并不含糊 无论是武装战斗造型 还是防御造型都能高度还原 折叠变形的匣子也十分工整,令人叹为观止 而且收纳盒的造型也是专属款式 但有力就有弊 可动的地方太多,多少会影响手感 所以这款的排名会稍逊于同系列的笨本 但也仅仅是相较而言 这款依旧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我的年度第6名 同样是5R-TO-S万能侠系列 来自流浪地球2中的机器人笨本 这款笨本足够小的外观 也同样拥有足量的细节 结果就是精致感反而会更足 四条腿和两根机械臂的可动也是非常不错 橡胶材质的脉轮甚至还做了弹簧减震 替换表情更是有磁吸和静电贴两个版本各一大张 这就使得笨本的气质可以千变万化,丰富无比 恰巧,笨本的造型就是极度适合变形方块的那类 同样拥有专属收纳盒的它 自然会比门框机器人略胜一筹 当然,两者的差距很微弱 笨本也只是在手感方面稍有胜出 但正是这点微弱的差距 让它成为了52TWICE在我这里年度排名最高的产品 我的年度第五名 并行金刚SS86系列C级别通天小 这款通天小无疑是目前为止 经典线玩具最还原记忆动画的一次 虽然身形方面会有人吐槽肩膀实在太宽 但我觉得这反而更符合它油猛善战的气质 单论一板一眼的还原肯定还是大师纪更多 但新玩具有些美形上的调整也无可厚非 难得的是,这个体型可动能力保持的也很不错 相对于大师纪的尺寸 小一号的它反而更适合把玩 胸口有弹簧机构 内藏有领导模块 影片中的经典桥段也得以还原 武器和特效的配置也是一样不少 最狠的是,为了还原剧情 还特意做了四肢的拆装结构 明场面基本都有照顾到 也算是相当有诚意 变形的货柜卡车还原度也非常不错 流程简化的同时也变得更加紧凑合理 车形态搭载同系列小车的玩法也依旧经典 完全可以看作是大师级的精炼改进版 我觉得唯一比不上的是车形态的武器搭载还是会稍显牵强 但作为经典线玩具居然有了挑战大师级的实力 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把它放在第五名并不是因为它不够好 而是天生的竞争力不足 毕竟作为一变金刚 玩法方面的竞争力会相对有限 我的年度第四名 乐高积木10317 路虎卫士90经典款 这款的基础车型不但还原度极佳 外观甚至干净到很难看出这是积木 不但如此 内饰的结构也做得十分精致 从内到外都透着高端大气上档次 结构方面不但有四轮的独立悬挂减震 两个前轮还配备了方向盘联动的转向 发动机盖也能掀开 看到内构 光是基础车型的表现就已经足够优秀 更何况还有海量的越野配件可以加装 不但配备了另一款涡轮发动机的内构 就连替换之后 发动机盖的高度改变也有体现 橡胶的备胎备有双份 前后均可安装 车身两侧能加装防滚架 车顶还能加装行李架和探照灯 前方加装的钩锁缆绳是真的有脚盘结构 车辆右侧还可以安装涉水喉 就连车尾的灭火器和梯子也有配置 高产抚锤的野外工具也是一应俱全 就连两侧的脱困板也没有忘了配备 活爬杆的千斤顶带有简单结构 就连备用油桶也配备了双份 常用的修车工具也是一样不少 也全部都能放进工具箱收纳 甚至还提供了绑绳 将这些绑在车顶架上面固定 全部加装完之后 华丽度简直爆表 越野爱好者看了肯定会双出狂喜 这么优秀的产品居然没有进到年度前三 主要是因为考虑到积木的重复油玩度 毕竟稍有不足 单纯是因为门类限制了这款的发挥 绝不是产品不行 我的年度第三名 变形金刚传世进化系列 C级别A版晴天柱 时隔多年的再登场 这款的卡车头部分看起来中规中矩 还是要加上车厢之后 气势才能补足 车厢部分不但能独立停放 还可以展开变成武装作战平台 车头变形的擎天柱核心 既强壮又精美 打开前胸 领导模块也有配置 火力方面 无论臂炮还是大枪 都是威风凛凛 将武器组合之后 更是火力翻倍 最主要的是 主体能够变成合体的上半身 车厢则能变成下半身 强壮扎实的合体形态 才是这款最值得撑到的部分 合体之后 无论是尺寸还是手感 都会更上一层楼 重量方面 也刚好卡在久而不累的这档 属于造型又帅 掰着又爽的典型 稍有遗憾的是 合体形态的眼部 并不是红色涂装 还有就是 部分合缝的地方 由于材料韧性 会不太容易固定 这款主要吃亏在 协身三部曲 在国内的热度不够高 不然 综合分如此高的一款产品 还是很有可能 进入年度的前两名 因为这款的扎实程度 其实超出我的预期 我的年度第二名 并行金刚电影大师级 NPM14 碎骨膜 这次车形态的细节 几乎无可挑剔 涂装的量 在质感和把玩之间 找到了非常好的平衡点 长长的排雷铲 关节众多 不但能完美实现 影片中的效果 还能加以发挥 摆出更奇特的造型 配合同系列其他产品 就可以完美实现 公路追车的一幕 而最强的部分 是变形流程 高达90多部的变形步骤 依旧逻辑清晰 定位精准 拥有大师级复杂度的同时 也同时拥有 经典线的顺畅手感 属于非常少见的 变形体验 平衡得极好的样本 人形态的还原度 也同样是 史无前例的高 我甚至想不到 作为变形玩具 还能有多大的改进空间 可动能力和稳定性 也是超出预期的不错 背后的铲头 还配有一对 张开的版本 可以几乎完美还原 影片中的各种桥段 甚至还配有一大堆的 火焰特效件 撞碎大巴车 浑身冒火的一幕 也有被考虑在内 配合同系列擎天柱 甚至能还原 电影中的镜头 最逗的是 就连眼睛被打掉的 战损脸 也有替换件 配件方面 也同样是一应俱全 唯一令我不满的是 大腿根部的齿轮关节 虚位有些严重 不太容易定位 还有就是 部分齿轮关节的松紧度 还需要微调 即便如此 这款产品依旧有着 问鼎年度冠军的 优秀素质 让它取居第二名 完全是因为 我在第一二名之间 实在太纠结 直接抽签做的决定 2023 我的年度第一名 变形金刚传世系列 众筹版大恐龙萨拉斯 这次的人形还原度 也是史无前例的高 不但有新时代修长的身形 也有老玩具经典的影子 尤其是涂装和电镀的质感 在经典线玩具中 简直不要太突出 而且可动能力 也同样相当优秀 配件部分 有带锁链的流星锤 还有长刀和龙尾变成的大盾 巨大的破坏炮 还有特效剑加持 拆掉外层的胸甲战士 不但能变成戴翅膀的金虎 还能变成一张弓拿在手中 而如果取出内层的胸甲战士 不但能变为飞行单位赤鹰 还能作为双管枪拿在手中 甚至所有的装备 在身上都有位置搭载 就连重炮 也可以折叠之后 提在手中 还同时附带了巨大的地台和支架 而且地台还有王座配件 可以让萨拉斯直接坐上去 这还不算完 所有的装备也都能收纳在王座上 就连赤鹰也能停靠在王座顶端 全都配好之后 一股王霸之气显露无遗 本体变身的鸡蛇兽形态 也同样是既还原又复古 难得的是 这个形态的可动也足足够用 无论是口喷火焰 还是肩扛重炮 都能轻松完成 支架也是两用 这个形态也同样可以起飞 相比主体的优秀 辅送的V型战士 也只能算是锦上天花而已 非要说有缺点 可能是变形过程过于经典 老玩家可能会觉得新鲜感不足 但极度扎实的关节手感 还是让他成功赢得了年度桂冠 综合各种平均分 这款拿到年度第一 绝对是实至名归 视频看到这里 如果看到喜欢的产品 并且认同我的观点 那就抓紧去入手榜单中的产品 到手之后 大概率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不认同也没关系 同样欢迎评论区友好讨论 感谢在过去一年中 大家对我的三连支持 我在这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